大家好,清洗猪肚,很多人都没有试过这个方法 不用再加盐和面粉,也能够把猪肚洗得干净,无异味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花了60块钱买了一个猪肚 猪肚好吃,难清洗,虽然没有猪大肠那么臭 但是腥味异味还是有的 而且表面还有一层粘液 不清洗干净不处理好的话,非常的影响口感 很多人都是用盐和面粉来洗 加入盐和面粉确实是可以把猪肚洗干净 但是这样洗的时间比较长,费时费力 而且还不一定会彻底的干净,去除异味 猪肚买回来后放在一个大盘里 首先我们先加入一点温水 下手把上面的这一层粘液洗出来一点 先来看一下,随便的抓几下 水面上就漂浮着很多这些脏东西 可想而知,猪肚不清洗干净 煮熟食用的话非常影响味道的哦 先这样简单的清洗一遍 来看看这个水非常的脏 变得粘乎乎的 然后往猪肚里面加入一勺玉米面 在下手不停的揉搓 搓掉猪肚上面的一层粘液 玉米面的切微比普通面粉的要粗 摩擦力也会比较强 更容易把猪肚上面的粘液和杂质吸附干净 就这样子反复的揉搓 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 梳洗三分钟后来看看 玉米面吸附了非常多的粘液和杂质 这样子用手一挤玉米面上满满的都是粘粘的东西 然后加入清水 把猪肚上面的玉米面颗粒洗干净 这里可以要多洗几遍 不要嫌麻烦换清水多洗几遍 玉米面的颗粒洗干净以后 我现在来看一下猪肚看着就比较干净了 摸上去也没有什么粘液 刚刚的这一步是把猪肚表面的粘液给洗干净了 这会把猪肚的外面给翻过来 能够看到上面有很多这样这样的的肥油 用手扯掉或者用剪刀剪掉 这样吃起来没有那么油腻 也能够去除一大部分的腥味 像这样子就用剪刀剪掉就行了 现在把猪肚外面的这一层肥油剪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进行清洗 同样的加入一勺玉米面 继续下手揉搓 把猪肚另一面的粘液杂质也揉搓干净 用这个玉米面来搓洗 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两三分钟上面的粘液就很干净了 搓洗三分钟后倒入清水 把上面的玉米面颗粒洗干净 洗干净后来看 用玉米面来清洗了 不管正面反面 猪肚的粘液都已经被去的干干净净 用手摸也不会滑溜溜的 接下来就要处理一下猪肚的异味腥味 加入一把茶叶 继续下手抓揉 茶叶中的茶多分能够很好去除猪肚上面的一些腥味异味 抓两下以后倒入一勺高度白酒 能够很好的杀菌消毒 像这个去除异味的方法 比加盐醋面粉的效果要好多了 像这样搓洗三分钟 同样的加入清水洗干净茶叶 用茶叶抓洗锅后 这一面猪肚的腥味异味都完全没有了 重新把猪肚翻面 同样的加入一把茶叶 一瓶盖的高度白酒 继续下手抓揉三分钟 把这一面的腥味粘液也通通去除了 抓揉时间到倒入清水 同样的需要换水多清洗几次 通过换几次清水的清洗 来看一下猪肚上面的茶叶也被洗得干净啦 按照以上的方法 先用玉米面洗掉猪肚里里外外的粘液 再加入茶叶和高度白酒来杀毒消菌去郁味 这样洗好的猪肚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烹饪 用来炖汤炒制卤都非常的好吃 无腥味 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快速 洗个七八分钟就可以把猪肚充分的洗干净啦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分享出去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